赛事名誉董事慈心杯,准备好了,王岐举高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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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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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沙地和草地是兩回事,完全動了,說轉彎已經拍招飛過程了 不過現在外檔的豪勝進途,今天真的沒有飛 他又不是很差,但追來不厲害 他照計這個位置很棒,以往這個位置上來了 反而現在中段,他加上晉升,又上回來 唯有說他沒有飛,有時就是這樣 不像那些晉升威威的飛嗎? 是呀 剛才晉升威威的飛,多厲害 我都一路奇怪,沒有什麼飛 有時都要尊重一下,是吧 好,68元 這場很均勢,正如你所說,五、六Q多少 五、六Q十七倍,都叫做不差的賠率 飛賣品,這場都叫做放不得出 優勢不多 包括出閘都帶進來直路,但真的沒有 被六號一咬住 轉彎你也知道,咬住已經糟糕了 路咬住,說過就過了 不過最後都是飛賣品大熱,47元 win 這場很均勢 中檔大衛,飄來兩個馬位的旗 已經順天應時,灰馬 加應掌聲,光鵝神獸那些 長跑長右,真厲害 跑第二也拍手掌,加應掌聲 他中段一邊轉彎前,位置很不利 我以為他沒有 對,他又上回來了 加應掌聲,即是轉彎的時候 位置很不利 但是這裡看到,開面外套一對馬衝都不厲害 包括維港智慧,還有再開面紅色的帽 就是號勝進入 其實對面七、八,那時候退到尾四 加應掌聲很不利 我打算沒有,誰知道不是 回到Q 三、四名近一點的,不過肉眼見就不用上了 光鵝神獸 應該是 六、五、三 清楚楚的,尤其是不得贏馬的 灰馬順天應時 飄來兩個馬位 加應掌聲,跑第二 Q都是範圍內的馬來的 都是當起的,始終加應掌聲 沒有的 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賽事名譽董事胡紹斐先生一同贊助 現在進行頒獎儀式 賽事名譽董事前身配勝出的馬匹是 6號馬順天應時 恭喜 首先有請澳門賽馬會高級賽事名譽董事 吳錦鳴先生 將獎杯頒發給勝出的頭馬順天應時的馬主 譚偉林 恭喜馬主譚偉林 也多謝吳錦鳴先生 接著有請澳門賽馬會高級賽事名譽董事 有請澳門賽馬會高級賽事名譽董事 李遠發先生的代表 Ms.Dion將將獎杯頒發給勝出 練馬師陳俊暉 恭喜練馬師陳俊暉 也多謝Ms.Dion張 接著有請澳門賽馬會 賽事名譽董事 胡紹斐代表 代表Ms.Barbara 將獎杯頒發給勝出的騎師普建士 恭喜騎師普建士 也多謝Mr.Barbara 接著進行支票頒證儀式 有請澳門賽馬會高級賽事名譽董事 吳錦鳴先生及兩位代表 一同將支票頒證於澳門賽馬會 並由澳門賽馬會營運總裁 杜晉斌先生代表接收 支票頒證儀式完成 多謝幾位 接著進行支送紀念品儀式 首先有請澳門賽馬會 營運總裁杜晉斌先生 致送紀念品於澳門賽馬會 高級賽事名譽董事 李遠發先生的代表 Is.Dion張 再 再請 杜晉斌先生 致送紀念品於澳門賽馬會 高級賽事名譽董事 吳錦鳴先生 接著請杜先生 致送紀念品於澳門賽馬會 賽事名譽董事 胡紹輝先生的代表 Miss.Barbara 支送紀念品儀式完成 多謝各位 這麼高興的時刻 當然要拉起彩帶拍照留念 接著工作人員會送上香檳 請工作人員送上香檳 有請各位嘉賓一起慶祝 再一次恭喜 勝出的馬主 連馬司和騎司 也多謝班長嘉賓 賽事名譽董事慈心杯 班長儀式已經完滿完成 第四場賽事名譽董事慈心杯 即將舉行 請大家繼續欣賞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